8月19日 喀布尔街头传来枪声 附近正在举行纪念阿富汗独立日的集会 在交通拥挤的街道上可以看到手持步枪的武装人员 随着反对塔利班的呼声不断蔓延 19日 阿富汗几个城市的抗议者挥舞着旗帜走上街头 一名目击者表示 在东部库纳尔省首府阿萨达巴德 有几个人在一次集会中丧生 目前尚不清楚伤亡是塔利班开火造成的 还是由塔利班引发的踩踏造成的 自从塔利班于8月15日进军喀布尔以来 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一副温和的面孔 称他们希望和平 不会对宿敌进行报复 并将在伊斯兰法律框架内尊重妇女的权利 塔利班处理的抗议活动包括人们私下塔利班的白色旗帜 这可能会决定人们是否相信他们的保证 也就是自1996年至2001年的统治以来 他们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统治 与此同时 8月19日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塔利班官方发言人穆贾西德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宣布成立一个新国家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穆贾西德在推文下面还配了新的国旗样式 穆贾西德称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成立 恰逢阿富汗脱离英国统治独立102周年纪念日 纪念其摆脱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阿富汗若安